高楼外家政傅在窗外仔细打扫 画面放大再放大 富人一手拿扫把 另一手拿水管 拼命清理窗户 不过镜头往下带 她站的地方 可是在20层楼高的平台 民众看了都直呼太夸张 没戴安全帽也没戏安全绳 任何安全措施都没有 富人甚至还蹲下前后清扫 而蓝色衣服的雇主就在一旁观看 这画面让对面住户看了都捏把冷汗 事件发生在下午两点 桃源市桃源区一处大楼社区 经现场调查 一周前因楼上发现虎头蜂窝 清除后造成楼上窗外平台散落蜜蜂蜂蜂涌 近日开始聚集苍蝇 屋主请自营清洁人员在床内清除 清洁副自行评估可以爬出去清洁 这才爬上外墙平台打扫 不过全身都没有穿戴安全防护具 老检处也将依规定开罚 老检处指出清洁副高空作业期间 没有穿戴安全防护具 依规定开罚最高可处三十万元罚还 但画面曝光不少网友留言 骂骂雇主认为雇主在旁看太扯了 怎么会让清洁副打扫这么危险的地方 但法规上雇主没有罚则 加上清洁副也同意只是为了赚钱 没用安全防护设备 那生命安全开玩笑 这下赚的反而还不够赔 三零新闻张艺杰 郭一轩 王佩华 桃园采访报导 在听说话 三零新闻张艺杰 王佩华 2早上 1避免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